斧陀金刚 是姚思金母的变化身 姚思金母的变化身 斧陀金刚 护魔化灰 明年 是虎年 对不对 差点忘掉 今年是何年 明年是虎年 那么 主人问我 明年的吉祥物是什么 来告诉大家 斧陀金刚就是吉祥物 第一个 他可以正杀 押注所有一切的杀 可以正杀 第二个 他可以招财 他可以招财 这斧陀金刚啊 可以出去外面 咬一些金银珠宝回来 那是招财啊 那因为 你如果在你财神的位置上 在财神的 你这个财库位 财库位上 放上斧陀金刚 稍微小尊一点的 是可以 可以的 因为 顾虑到 现在 COVID-19 疫情时间 大家的口袋 就没有那么饱满 要大家雕这个斧陀金刚 很贵 那就用三角的房旗 三角形的房旗 写上斧陀金刚 稻齿正 插在这个财库位上 就可以了 他第一个可以正杀 第一个可以正杀 第二个可以招财 在财库位上 家里的财库位上 那今天这个下个礼拜是做 虎头金刚的这个附魔 大家跟他结言 刚好 结明年的正杀 跟这个招财的这个言 欢迎订阅